工作16个小时 有一次陈小春负责上菜 客人指着菜有苍蝇 哗喊大叫 老板见了直接打了他两个耳光 让他把苍蝇吃掉 陈小春一气之下 却不该走了 又再一次流浪在香港街头 几经辗转后 在湾仔一家蓝房理发店打零工 一干就是两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一位理发的客人说 下午要去香港无线电视台 面试舞蹈议员 而他从小就喜欢跳舞 于是听完便赶去参加考试 在考场跳完几个指定动作 和自由发挥动作 评委当场录取了他 当时的舞蹈议员 每月可以拿到700港币的酬劳 第二天 陈小春就辞去了理发店的工作 来到香港无线电视台签了约 正是抽一名舞蹈议员